癌症治療準確率又更進一步 奈米抗癌藥物粒子細小 能輕鬆穿越人體 但是是否能正確到達腫瘤組織 一直是科學上難解的問題 奈米上來講 都必須要用 這種高倍的電子顯微鏡才可以 但是高倍的電子顯微鏡 它最大的問題 就是到了奈米的層次的時候 它的影像模糊 帶有螢光劑的抗癌藥物 進入人體卻還是會隱形 北一大校長和美國加州 理工學院的教授合作 在注射藥物之前 先給予同樣帶有螢光劑的抗體 再用經過雷射改良 能夠聚焦螢光的儀器偵測 的確在腫瘤細胞 看到了螢光藥物 你追蹤這藥物的時候 用螢光來追蹤它 這是第一步 你可以大概知道它去還是沒有去 抗體加上去了以後 又再出現第二個光 所以這樣多重的證據 研究在超過八成的 胃癌患者身上都有效果 未來在臨床應用上 所有腫瘤都有機會 靠相同方式治療 讓癌症更有希望 記者林正堅 蔣玉琦 台北報導 這裏